今天,华商网西安市规划局191套团购包,大夜卡附近均价4495元每平方米,一公开发之后引起剧烈板像。 下午13点,25分西安纪检监查委官方微博也发布消息,以成立专项调查组介入调查,将根据调查情况,即时发布有关信息。 这次事件所披露长庆房27小区以4495元每平方米的均价,卖给了西安市规划局191套房子。 这样的价格,远远低于当时周边小区的价格,也低于曲家2016年的保障房价格。 按理来说这样的价格,卖给规划局开发商应该是赔钱的,但是开发商今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声称,我都太开心了。 能够那个价格均价4495元每平方米,卖出去我都赚钱了。 这又是为什么呢? 今天下午西安电视台记者赶赴设施小区,却发现整个小区仍然是工地的模样,因为才发生此今年的问题大楼已经停工。 而且小区的各项设施都不完备,水路和电线没有安装完毕,天然气、暖气、消防等设施也都没得问。 对,去小区内的知情人士透露,小区内220多户业主内由于191户都是西安规划局的团购户,为了能够早日完工团购户现在组织自救,集资雇人做配套建设。 对方声称这个事情规划局也是受害者,规划局本想给职工弄点福利,结果没想到开发商弄了个这个事情。 现在规划局也是集中起来筹备资金,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了项目开,房商总经理蔡挺群,其表示不认为团购房的价格有问题。 而且说到在当时2012年的情况下,40000每平米都卖不掉,规划局是4500买走得太合理了,能够卖个价格,卖出去已经赚钱了。 财经理也表示,他现在会紧快赶回西安处理好事质疑,同时将配合相关调查。